在台北市 光是你不管是新乘屋或是预售屋的 那个平均单价是一瓶106.6万 那通常家里都会有一个 比如说功能不明 或者是为了做准备的这种房间 大家都会把它拿来堆杂物 那假设是两瓶的话 是不是其实你加上公社 你要买三瓶才会有两瓶可以用 其实是花了三百多万 买一个空间给杂物住 纸箱真的是最不好的收纳工具 再来就是布织布也很糟糕 最后它会变成粉末状 到时候会很难很难清 你一定是断舌仪之后 剩下的量才去做收纳 而不是一开始就买收纳工具 那收纳工具我们一定是想说 我们要买外形统一的或颜色统一的 所以会建议就是颜色尽量是白色的啊 或者是浅木色的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 加分可以无情的丢帅气的丢 可是你又要帅气的买回来 我想到我会多花很多钱耶 如果预兜化妆品保养品太多人 我会建议它就是建立一个行动保养品 我会建议说在理财方面 可以设定一个年度预算 你也不用去记账 欢迎来到小宇宙大爆发 生活烦恼帮你一一集发 大家好我是盈婷 我们长行跟大家分享理财 理财为什么 为了就是赚钱发大财 然后呢很多的终极目标是我要买房 但殊不知你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理宅 如果你好好的规划一下你的评效呢 你的这个钱也可以省下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帮大家理宅 那邀请到我们两个非常好的朋友 首先邀请我们Felix老师 我是Felix 大家好 还有我们三宝妈吴嘉芬 大家好我是嘉芬 大家会想说三宝妈家里一定很乱 一堆小孩 可是没有他超会断舍利 等一下听他的经验看看想想自己 那Felix老师我刚刚这个数学 我觉得是很赤裸的 因为有时候大家说我真的是不太会赚钱 房子都买不起 要好不容易买不起买的好小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观念错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买个1000万的房子 然后呢家里就一大个房间都在堆杂物 那个是浪费很多钱的 是就是根据2022年Q4的就是统计数字 在台北市啊光是你不管是新乘物或是预售物的 那个平均单价是一平106.6万 那通常家里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功能不明或者是为了做准备的那种房间 比如说合室或者是多功能房或者是以后小孩长大可以住的房子 或者是为了长辈时不时偶尔来住一下那种房子 就是那种房间通常就空在那里闲置 所以大家都把他拿来堆杂物 那是事实上是你现在用不着的房子 所以如果以那个房间 大概我们挑家里最小的房间可能两坪来计算好了 那假设是两坪的话 是不是其实你加上公社 你要买三坪才会有两坪可以用 对 对那所以假设是106万 106.6万 三坪它其实300多万快320万的价格 这是实打实的哦 这是你要花出去的成本 所以你其实是花了300多万买一个空间给杂物住 那事实上那个里面的杂物拿去变现 有没有这个价值呢 可能是没有的 除了空间之外 其实我们的收纳柜体 它的囤积成本也是很高的 比方说想一般人 两夫妻他们可能定一个10尺宽的衣柜 那10尺宽大概300公分左右 那一般我们的衣柜通常深度是60公分 所以算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衣柜 它占的坪数其实是0.55坪左右 那你用这样子的坪数来计算 是不是光是光是这个衣柜 它所占的那个面积的价值 就要58.6万 那再来我们再说 这个其实这个衣柜本身 它也是有造价的嘛 就是它这个面积是一个价格 但是它造价是另外一个价格 不管你是用木工或者系统 它都是要钱 那我们以最简单最简单 里面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一个筒身 这样子钉好就好 没有什么厉害的五金 没有什么fancy的设计 这样子最低最低成本5万块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算下来 这个衣柜本身要花掉的钱是63.6万页 好高的成本 非常高的成本 不要只算那个衣柜本身的造价 不管是衣柜或是收纳柜 都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按照8020法则 你的衣柜里面80%都是你不常穿 不会穿或者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那你是不是其实就是花了将近50万在堆垃圾 就算打八折也四五十万 再加上如果你为了这些东西 定有很多柜子 其实你的房子会越来越局促 因为每个柜子都有厚度嘛 空间的那个尺度会越来越小 所以如果你需要你做的 住的比较清爽比较切丽的话 就建议尽量把杂物清掉啦 对其实我家里头有很多空间 不小心在堆杂物 不知道加分有没有 因为三个小孩我觉得不好管理 说到杂物的部分是不是 老师是那个断舍离的专家嘛 我是杂物专家 这个是呢我们家刚刚 老师刚刚说到的那个闲置 然后预备的那个房间 这是我们家三个房间 所以你家也有一间是真的闲置的 完全闲置 这个房间里面堆满了杂物 有我儿子的书桌 然后我的那个直播的 美灯机的这个那个光 对 王美灯 然后呢还有我女儿三个小孩的衣柜 然后还有一些她们的玩具 然后杂物啊 礼拜一要带的睡袋 书包 然后杂七杂八的东西 全部都往这间堆 就是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房间 那换算下来呢 那个评校的问题 一坪扣掉公社呢是60万 那这个房间大概3.5坪左右 所以这个房间我就是拿了210万来堆东西 好霸气啊 换210万的成本来堆杂物 然后呢刚刚提到说有了小孩之后呢 生活上有一些变化 然后家里面的环境跟摆设也有一些变化 那本来没有小孩子之前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算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没有什么杂物的状况 就我跟我老公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那有小孩之后呢 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啊 因为有小孩之后呢 你会有一些玩具啊 在他们更小的时候 还有一堆一些学步车 还有杂七杂八的一些箱子 全部都堆乐高啦 然后拼图啊 然后散落在各地的彩色笔啊 蜡笔啊等等的 所以就非常看起来非常的凌乱 所以人家说结婚前后啊 家居百事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出生的前后才是关键 因为你收好之后呢 没过5分钟他又乱了 所以才会发生 老师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最近有个新闻 是一个日本的 哪里会让他放弃整理了 对他一直有三个小孩之后 他完全放弃收纳了 我不曉得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 遇到状况好不容易花了一两个小时 把家里整理干净之后呢 5分钟之后又乱了 所以干净就放弃啦 心累啊 对啊是啊 就是我们家大概是这个状况这样 那我们刚刚那间房间里面堆的杂物 其实有很大部分啊 是我老公的一些生活的杂物 跟我小朋友的预备东西 因为我小朋友现在 两个双胞胎是两岁左右 然后我会堆一些这个书桌 还有里面的椅子 就是户籍的椅子啊 也就是他现在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对 下两岁而已啊 现在有优惠啊不可以买吗 对啊 那就没办法 就变成说这东西 迟早会用你就会先想买 先想买他就堆在那 那这几年房子就闲置在那 210万拿来装这些还没用到的东西 对 然后这是房间的部分嘛 那我老公他就是囤物的专家 因为他呢 他会怎么囤呢 他就是只要看到有优惠的价格 他就会全部都买回来囤 你老公真的是好大一只的仓鼠啊 对好像用小型的那种百货 百货五星行 家里有一间驱城市 对我们刚才有一间驱城市加全联 加一些五星杂货这样子 上面那是帽子 满满的帽子 对满满的帽子啊 然后安全帽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快晒吗 这我们也有 对防疫用品 酒精啦 那些快晒什么的就堆这一个 那里面有一些就是沐浴乳啊 乳液啊 然后一直到洗面乳啊 一直到底下的一些清洁用品啊 就是分门别类的把它堆好这样 堆好堆满 就是我老公的储物归 因为加芬老公我也认识 所以我先先讲一下 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老公是超爱屯 超爱堆 你刚看那样 觉得是小case 没有 那是因为加芬已经处理掉很多 等一下我们来分享 因为他真的是很果断 他勇于丢弃用不到的东西 可是老师这种爱屯的人哦 我一手指着他在骂他老公 一手也在讲自己 我们其实有些特质 对不对 为什么东西会堆成这样 我就把杂乱者大概分成以下四型 如果是随意型的话 他就是爱乱丢 第一种就是随意型的人 他就是很爱随性的乱丢 不拘小结 就是基本上看到任何平面 他就会放上去 所以只要是家里平面多的人 他东西一定铺满 所有的平面 不管是床面 沙发面 然后卧榻面 茶几面 地面 通通都是东西 全部会堆 这个我好像没有随意型 乱买型我可能是 没有节制乱买 从不购买很多人都会啊 乱买型就是那种急着吃棉花糖的人 他没有办法忍耐 他有欲望就要立刻的被满足 所以他就是冲动购物的第一名 这样子 所以他是没有节制乱买 情况下 当然就东西会爆量 甚至很多东西 比如说箱子或者 纸袋都放在地上 根本都没有拆封 又买下一批了 说这种人就是东西容易多嘛 那就是忙碌型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属于忙碌型的 那忙碌型他可能是 第一个他没有时间学习整理收纳 第二个是他根本就算学了 他也没有空整理收纳 所以就是东西就给他摆烂 然后习物型的比较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 就是小时候的这个习惯的东西啊 用久的东西 那已经现在用不到 像我认识一些姐妹 她是小时候抱的抱枕 到现在都不丢 都不屁屁啊 可是她觉得这就是一种怀旧 对在家里面 就是像习物型他比较会是 不管他不丢东西 或是他过度获取 他过度获取 刚才也可能是乱买型的 但他也可能是在外面捡东西回来的 所以他可能会捡很多人家 他淘汰的二手病 或者是人家有N点牌 他完全没有办法拒绝 他就会一直收一直收 这东西就很多 所以我们来对症下药好不好 有一些解方啦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东西 随便乱丢的话 老师给他一点建议 我们可以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 就是这些随意乱丢的事情 当然前面讲到 你尽量减少家中的平面 因为你看平面忍不住要放满他 对所以你就不要去盯什么卧榻 或者不要放什么中导 你有餐桌就够 不要再放一个中导 因为中导之后也是被你囤成像公桌一样 对一会加包包就放上中导 对或者是你在悬挂地方 就不要做什么那个穿鞋凳 因为穿鞋凳到时候都是 就是那些就是纸箱在做 你也做不到 对所以尽量减少家中的平面 然后就是要简化收纳的流程 因为有些随行人 他其实是因为他懒得做这么多的动作 比方说你要让他挂一个外套 他可能要先打开柜门 拿下衣架 再把衣服放上去再挂回去 对他来说是四个动作 所以就是像这种人 你就给他一个挂钩 他一个动作就放上去 他也许就比较愿意把这件事情完成 像有些人说就是内裤洗完就到处乱丢 对然后像这种人就是很多地方会囤的到处都是 那我觉得像这种不拘小杰 随意行的人 其实我觉得内裤到他房间他内衣内裤都丢 那边不怕的看 你就是比如说我就是给你几个桶子 一桶是脏的一桶是干净的 那既然你不拘小杰 你就干净丢一桶脏的丢一桶 我就知道你至少有分类嘛 到时候你既然你也不拘小杰 你也不在意你的衣服有没有走你就从里面捞一条出来穿就好了 但至少你不会四散 你是集中管理的 而且至少我没有花60万的衣柜给他 去堆他的这个内衣裤这样子 至少也整洁 对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挂在什么样的状态 或折到什么样的形状 就那个对他们来说会太麻烦 就让他简化就好了 针对乱买型呢 乱买型的人 解放就是剁手 我的建议就是说很多人他在乱买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记得他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会建议说你在之前整理的时候 你先集中家里的物品盘点一次 把你要留的东西都拍照下来 那你有什么外套有什么衣服 有什么化妆品保养品鞋子 你通通拍照下来 在你的手机里面建一个行动的鞋柜或衣柜 或是保养品柜 你在冲动固执 你就先滑滑看说 哎这双小白鞋我已经有七双了 我要再买第八双吗 或者这个口红的型号 这个颜色我已经有了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 节制一下你的乱买的行为 因为你已经有了 或者有类似款了 手机里面就可以存这些照片 那如果针对忙碌型的怎么办 忙碌型的呢 我想想必啊 你这么忙碌一定是赚很多钱吧 所以你不行的话就花钱解决 不然就是你真的就是 你不想花钱解决 你就一定要把整理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事情 当成你的会议也好 当成一个重要的约会也好 排进你的形势力 通常很多人会说他没有时间整理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把时间 留给整理这件事嘛 所以你先把它放进你的形势力 你自然就有时间整理了 诶那频率要多久啊 如果很忙的话一年一次 我觉得至少一周花一点点时间 至少把你平面上的东西 清掉也好嘛 至少小的时间 琐碎时间先理出一点点 要花钱解决怎么花钱解决 就雇人啊 不管你是用扫地机器人来代替你人力扫地 或者是你请专人就是终点的服务都好 因为反正你就是没时间嘛 那这个事情总是要处理的啊 好那习务型怎么办呢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国中高中的那个 国语英文课文都不愿意丢 一直到结婚我妈终于把他送到我家 只好被我丢掉 我觉得习务型的就是 我们很有感情你知道吗 习务型的其实他们会 囤雾多半是 我觉得是受到原生家庭的价值观的影响 他们可能会 你以前小时候要丢的时候 他就说你偷责啦什么什么 就不让你丢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觉得丢东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就会留下来 但是我们要重新定义浪费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倒回去刚刚那个来讲 你到底是你 你囤这些东西是节俭的行为还是浪费的行为啊 你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囤东西 三百多万 我们要仔细思考浪费这两个字 到底定义是什么 就比较能够破除这个盲点了 而且我觉得建议习务型 因为最后我丢了我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所以有时候断舌理是这样的 我们都觉得这是情怀 但是不要太纠结哦 因为我手上有蛮多类似这样的案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超习物的 比方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四种的 其中一两种两三种的混合型 像这个空间 大家看看觉得是什么样子呢 他其实就是他囤物嘛 然后他又爱乱买 这个其实是一个住了三十几年的房子 那他们都非常热爱买衣服 但是衣服可能30年前留到现在都还在 但是又不会收纳 所以全部都用塑胶袋 长辈都很喜欢用塑胶袋收纳法 就一袋一袋 然后就堆在客厅里 这是客厅哦 对所以它其实是混合型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也是算是乱买吧 这是一般长辈家里很容易看到的厨房的景象 这样子 比如说长辈就是爱买各种酱料 他们可能已经有但重复购买 然后东西会堆到走道上 导致你后面的柜门打不开来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混合型 那这个呢基本上不太算乱买 但是是存物型 然后也是不擅收纳 所以都用纸箱或塑胶袋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往前堆叠 所以连遮到那个 连窗户都没有办法透光进来了 这里是其实是床 这个不好闻其实是床面 那是床哦 对就是堆到没地方睡这样子 哇 谁知道这样怎么睡啊 要睡的时候把它拨开来 对啊就是人易于物的状态 就住的很不舒服 是是是 像这张也是它是算是随意型的经典法 就是你看它其实是一个书柜对不对 但它会出现什么 放鞋子 它会出现鞋子 它会出现木雕 它会出现购物袋 各种奇怪 然后或者是邮件包裹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随手乱歌型的人 那它就是把它的书柜 创造成多功能柜就是什么都往书柜丢 或许下次可以放厨余什么 就很混乱 什么东西只有需要收纳 就把它往那边放 如果家里有人很爱囤雾 那还好家里另一半呢 是可以好好的收纳爱干净 甚至呢是蛮有条理可以整理的话 那真的是万幸啊 因为如果没有好整理的话 这整个家会乱七八糟 如果夫妻两两个都很爱囤的话就糟糕了 房子就越来越小 加分就是一个非常有果断力 有决策力以及实践力的女强人 丢东西都没在考虑的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说 假如说是我老公跟盈婷两个人的家的话 我买的很开心 对两个人都一直在囤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丢东西的人 我是丢到我老公或者是呢 我的家人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你也太浪费了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我是毫不带感情的天仙做 对那因为我丢东西的习惯呢就是 我用不到了 或者是他出现在我们家的频率 越来越低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实施我的断捨离计划 奇怪我也天蝎座 我怎么没有这样啊 我也天蝎座 我也天蝎座 我们两个大反差 怎么会这样那么极端呢 但是我丢东西的原则呢 我会考虑到说实用性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子很多 人口很多 所以假如说我要丢东西的话呢 我会控制在一个衣柜以内 一个是儿子的衣柜 一个是女儿的衣柜 那如果说衣服的量多到超过这些衣柜 那就是该丢了 用控制数量的方式 去减少我们家去堆杂物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他就是用空间来限制数量 对那如果说不丢 会怎么样呢 不丢的话就会长这个样子 春夏交替的时候 季节交替的时候呢 我们家就是衣服要大整理的时候了 或者是说一岁两岁 有时小朋友长得非常快嘛 所以呢我们家就是三代 就是三个小孩衣服 就是准备要太旧换新 或者是说到旧衣回头中心 如果不丢的话 这些衣服就会 一季一季的堆在我们家 就会三代便六代 可是因为你三宝 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长辈都会说 哥哥穿完弟弟妹妹穿啊 这样轮着下去干嘛一直丢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哦 哥哥穿完之后呢 去沙滩玩的啦 脏兮兮的 或者是吃东西 滴到番茄酱的这种东西 就不舒服啊 当西西也留给弟弟妹妹穿 他们会觉得很委屈的 对然后这家的性别又不同 哥哥喜欢蜘蛛人 喜欢漫威的 啊妹妹喜欢佩佩珠的 这就不一样啊 很难照顾 意见很多 大家都有意见 这家哥哥是一个 然后我妹妹是两个 还是得买嘛 两个妹妹都不想捡哥哥的 对啊 所以就会有这个情况 你好公平哦 公平的好妈妈 对啊对啊 所以每次一丢就这样子 三代一起 对是 毫不眷恋 真理的路上 真的是很艰难 有时候会有租队友来交局 对 我怎么处理掉他 租队友很可能是 不管是你家的长辈 或者是你的伴侣 他们可能是比较 刚刚讲到那种习物型的人 你要丢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阻止你 就说一座偷贼 就很浪费 不准你丢 所以通常遇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知道 他是这样个性的人 我们就避开他 比如趁他睡觉的时候 或趁他在忙的时候 不在家的时候来整理 而且整理完 我们要立刻把东西清出家门 因为你把它放在玄关 或等到哪一天有空再去处理 他又会把它捡回来 真的没错 我老公就是这样 我只要打扫完 我把它放在玄关 我准备要丢 我老公会守在那边 然后看我丢了什么东西 一一检释再拿回来 放 白打扫 对 这个事情在整理 整理有个术语 就叫搅拌 搅拌就是你把东西 从A处到B处 它都在你家里 放位置 但它没有出去 所以要避免搅拌的行为 就是你要避开租队友 再来就是有一些 租队友其实像长辈 他不愿意整理 有时候遇到公共区域 是长辈管辖地方 他不整理 你就要给他一个动机 让他愿意动起来 通常我们对长辈的 那个最万用的解放 就是说 你金孙要来啊 什么什么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针对永远丢不到的东西 像书啊衣服 我们又要怎么解决 大家最难丢 大概就是书跟衣服 我的书都一直丢不掉 所以在丢之前 我们可以先问自己 就是我还会用吗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断水的基准 断水有两个基准 就是第一个是主词是我 第二个是我们时间轴是现在 那大家常常会说 啊这个衣服就好好的还能穿啊 那这件 这句话其实他的主词就是衣服 好好的还能穿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我还要穿这件衣服吗 你把主词换过来说 你会通常比较清楚一点 对啊再来就是过期了吗 其实书跟衣服也都会过期耶 比如说你现在还会看什么 Windows 3.1的那种参考书吗 或者XP的过期很久 或者旅游资讯这种书都会过期的 有一些价值观也是会过期的 那像衣服它其实本身也是会过期 像很多已经不合时宜的衣服 你看就是20年前的版型的那种衣服 或者是很多人造皮的 它会避免 对所以那也是会过期的 对所以像这种就是你看看它到底过期了 没有它是可以乱手离掉的 其实过季就是过期了嘛 你也不会再穿那种以前人家都不穿 你还愿意穿出门 你不愿意穿出门 就把它堆在衣柜里很奇怪 对再来就是这句话 其实就是时间总是现在 就是我现在当下面对这种 我还会再买一次吗 如果你不会买 但你又舍不得丢 那其实它就是饥肋物品啊 就是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但是你也不会穿就是放着东西 所以你打开衣柜 假如是看到一件衣服 然后你就问自己说 我现在当下会愿意再花一样的钱 把它买回来吗 如果不会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被舍弃的 对那最后就是 有没有让你带来负面情绪啊 不管这个东西就是你前男友送的 然后他又劈腿渣男 你看到就是买送 像这种东西就是 会激起你负面情绪 建议也不要留在家里啊 气场不好 对就是可是有些人觉得 就是过去的一段回忆啊 虽然是痛苦回忆 就是舍不得丢 但是告诉你不快乐是你丢掉它 不要去想它对不对 那这样说起来我觉得 懂得丢的人很幸福 加分成功的女人 但是丢有时候也是有点盲点吧 你那个我就不信你从来没丢掉 你需要的东西 我还真的丢过了 应该要好好留得的东西 因为我平时 我之前其实我在坐雷车之前 我是戴眼镜的 但是有一天我要出门 我就把我的眼镜呢 懒得去拿眼镜盒 我就用卫生子把它包一包 因为怕刮到景面 然后放在桌上 想说等一下要收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包包里就好 结果呢我就在想说啊 我要出门了 我要去回台东三天 我赶快把桌面收拾一下 什么餐壳啊什么的 垃圾什么的 我就一次把它全部清掉 霸气 眼镜也丢掉了 眼镜很贵耶 我什么时候发现了呢 我是把那整包垃圾 都丢到垃圾厂之后回收了 都丢完了 然后老公就说你眼镜 你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垃圾一样丢 你看吧我就跟你说吧 叫你东西要留着 不要什么东西一直丢 然后就被我老公念了 可是这样说起来 加分可以无情的丢 帅气的丢 可是你又要帅气的买回来 那个我心里想到 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过度的务实 我想到我会多花很多钱 如果就整理来讲方向是对的 可是花钱来讲 我觉得好像要我会再思考一下 有没有比较给大家一个方向的方式 像我自己的话 如果遇到化妆品保养品太多人 我会建议他就是一样把东西 集中之后拍个照片 然后你就建立一个行动保养品 你随时要冲动购买的时候 你就看我这个口红 是不是这个色号我已经有了 或是这个眼霜我已经有三个五个了 那我可以克制一下我的那个消费冲动 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会建议说在 理财方面可以设定一个年度预算 比方说我今年关于化妆品保养品 我就是比如说假设是十万块好了 或二十万都好 然后你就是设定预算 你也不用去记账 你每次花了多少钱 就把它倒扣倒扣倒扣 倒扣到后来你会发现 也许我九月十月的时候我已经紧绷了 可能没有剩什么钱 我就节制我的消费 我就不会再进货了 至少你那时候就停止购买了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那时候你会再回头检说 我身上还有什么资源可以用 我可以不用再买的 某种程度也是检视说 那我现在钱一块间谍不要再乱丢了 不要再过度整理了 可是老师有时候你就看到他就是这个牌子 他就是推出了2023年的春夏限定款设系 不买吗 不买因为预算就在那里 超过预算就不准 under预算你可以买 就是老师给自己的一个方式 给大家的建议啦 就不要对比较可行 在理财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宽松 否则你经常会爆表 哦 然后丢东西的时候也不要太狠 对 有时候丢一丢发现 好预算又完了 那东西也丢了怎么办 你就要超过你的预算再去买 所以变成一个纯Q 他也没有绝对百分百的对 但是至少我做得到这是很重要 那我们来讲整理 其实又遇到一些大魔王 像我真的看到刚刚那些照片 真的是吓到 很多人衣服是堆的满满满的 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像是那个衣服都椅子不是做人的 是做衣服的 然后穿鞋椅跟卧榻 通常是 通常椅背啊 健身车把手到处都会有衣服嘛 那这种通常就是 我会建议就是设置一个乌衣柜啦 因为很多 像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很多衣服 你可能不会穿一次然后就洗 但是你也不会挂回你原本 都是干净衣服的衣柜里嘛 那他必须有个地方可以集中管你 那你如果没有那个地方 他就会生在我们想到的各种地方 比如说卧榻上啊沙发扶手上啊健身车 刚刚讲的这些地方 所以给他一个固定的位置叫乌衣柜 那这乌衣柜不见得是一个实体的柜子 他也可能就是一个挂杆或什么 就总之就是一个集中管你乌衣的地方 你们家有圣诞树 圣诞树 对就是那个插出来的那个可以挂外套 挂帽子的嘛 挂五颜六色的那个外套 或者是然后我老公的T恤 又是我老公 T恤啊牛仔裤啊 就是不会当下穿一次就洗的东西 然后就越挂越多 他快挂满的时候就开始要洗了 不然他就会真的会一层一层一层 他就是一层一层 然后什么时候要清呢 就是等到那棵树这样倒塌的时候 跟那个椅背一样 椅背往后倒的时候就是要清的时候 到这个程度啊 但至少他是乌衣柜的概念 集中在一起 然后可能太多了就处理掉 那千万就是不要再把它堆在椅子上 老师你自己有乌衣柜哦 有我有乌衣柜 好像还弄得蛮简易的 就刚好我穿的今天这件外套 就是这是我的 我其实有一个柜子就是有四个童笋 这是其中一个童笋 就是乌衣就是挂外套 然后下面是我所有的包包都在这边 老师你这是样品屋 这不是乌衣柜 这个乌衣柜 这个没有在凡间生活我觉得 因为我这个乌衣柜是比较浅的 因为大部分就是直的 直式的衣柜你是侧的挂 那我这个是平面式的挂 所以我最多就只能挂四件 所以一旦满了我就一定会把它去洗 所以我也是用空间来限制数量 而且你给自己的容忍度就是四件 对 然后包包就是那几个 我全部的包包就是 因为我的衣服很简单就是黑灰白 所以我的包包也是就是黑白系列 所以我的生活可以很简化 我去逛街也不用想说这个颜色也好 这个颜色也好 我就只买黑灰白 甚至连配色这个麻烦都排除了 对就把它排除掉 就是你就是极简的在处理这些 这样看起来就是心旷省衣 可以花时间在真正重要性上 不是一直想这些事情 不然选择困难也是很浪费时间 对一般的民众其实家里有个乌衣柜 你至少进进出出你不会脏衣服 你又懒得折 然后跟干净衣服混在一起 至少这个方法是很好 尤其疫情以后 我觉得这个idea不错 还有很多人都有那种无底洞的包包 要怎么救它咧 无底洞包包是什么呢 就是反正想到什么东西丢进去 满满满的东西 你会在里面发现什么用过卫生纸 吐出来的口香糖 免洗块 有的没有都在里面 或者是上礼拜的早餐吗 对很多 像我就有遇过就是有学员 因为包包N个 然后轻到怎么有臭味 就翻出来去年的Amazon的肉包 那真的有人这样子 因为就是没有清空包包 像我就是会每天都把包包清空 因为我其实就只有四个包 除了一个登山包之外 另外日常就三个包 每天都清空 然后我会有很多的分类小包包 比如说这是盥洗包 这个事情是出去整理的包 这是丈量的包 这是演讲的 有麦克风或是那个雷射笔包 就是有分门别类 所以我会试今天出门的任务 把那个相关的包包放进去 好有条不安的生活 这个我有共鸣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包包是类似无底洞 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呢 会有一个所谓的 自己的包包加上妈妈包的 综合包的概念 出去就是背了一个大包包 结果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我其实有后来发现说呢 放了三天的那个尿布没丢 很臭 后来我的做法是我把妈妈包 跟我自己的包包分开来 那因为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 他们的围兜兜啦 低的啦 吐的啦 什么的 拉哩拉扎的 那个包包呢 就是每天回来之后 一定要立刻更新更清空的 碗啊 筷子啊 或者是剪刀啊 甚至有一些他们吃过的 拉哩拉扎的一些垃圾啊等等 那个包包我会直接 当天一定会清空 那我就会跟我自己 原本在背的包包呢 做一个切割 那我自己包包就会很干净 不会跟他们的那些吃东西混在一起 工作用的 就是工作用的 不会说小姐给你换个名片 一拿起来 呃呃尿破 就完全切割开来 然后小朋友就当天把它整理 对 那你很确实在落实欸 真的 是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好 因为自己的包包 如果说跟他们的东西放在一起的话 会有发没有问题 对啊 就是不太干净 小孩东西也会不卫生啊 然后还有就是身不见底的冰箱 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很乱 我们该怎么办 菲利斯老师 我这不得不表扬加分 你可以把你的冰箱拿起来吗 这也是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冰箱 怎么可能办得到 就是做到了定期整理啊 我们家冰箱是长这样的 因为冰箱是归我管辖的 比如说手摇印这种东西 就是你今天放的进去 明天假如说你一整天都没有再喝了 相信我 你第二天也不会再喝了 所以第二天我就把它整个处理掉 或者是一些今天吃不完 中餐吃不完的汤面啊 乳肉饭啊什么的 冰进去 你下一餐没有再吃 拜托也是直接把它给丢了 因为你隔餐你也不会再吃了 第二餐你也不会再吃了 这个部分是冷藏 那我们家冷冻呢 是稍微有点东西了 对稍微有点人性化的 有冰淇淋啊 然后冰的虾子啊肉类啊之类 但我会去买那个隔板啊 隔板把它分文别类放好之后 你打开来 然后一眼望下去就看得到 不会好像那个阿嬷冰箱 就是一层一层塑胶在分类吧这样 它不太到 然后那个也会一直在买啊 很难耶 我真的觉得很难耶 冰箱我到底要怎么整理给大家一点方向 就是我觉得很多婆婆妈妈都说爱小孩 但是经常给小孩吃过期食物 总之就是 这些东西就是要像嘉芬这样定期的转移 把那些已经不新鲜过期隔夜的东西都把它处理掉 再来其实就是要奉劝各位婆婆妈妈 就是如果你是管辖那个冰箱的人 就是建议 其实把冰箱塞满是很浪费钱的 第一个就是说你把冰箱塞满它其实很耗电 所以如果你是以节省来考量的话它很耗电 再来就是你冰箱层层叠叠丢了很多东西 最后放到过期还是丢掉 你就是在丢钱啊很浪费 对啊 如果你吃了过期的东西 你导致身体不是干嘛 你还要多花一个医药费也是浪费啊 所以基于理宅理财这件事情 要杜绝浪费 建议还是把冰箱好好的做一个整理 就是东西堆太多浪费电 然后再来就是冰箱很大 你也浪费你的空间你的坪数 对然后你浪费食物因为你一定会放到过期 然后不能吃丢掉 对然后放过期你又不丢 你吃的又影响健康 就是种种都是不好的 改变你的观念 收纳真的没有很难 而且立刻right now就能做到 你再忙呢 至少小事情先一个个QK做起来 先听听加分啊 你收纳也有蛮多的paypal对不对 因为我们家还是最重要的乱源 就是我们小朋友嘛 那刚刚是谈到衣服的收纳 就是柜子多的就是清空 那另外还有他们的书本 一堆书本教你怎么上厕所的 借尿附的刷牙的一大堆 我就会买一个旋转的那个书柜 360度旋转书柜 然后分门别的把它放好 依照它的大小放好之后呢 一丢就像老师说的 你不要去增加你自己的妈妈的负担 不要还要开柜子 然后收书柜再关起来不用 就是那个旋转书柜 就是放上去一秒钟就解决 然后另外他们还有很多的玩具 是这种乐高类的 好难收哦 组合类的拼图类的 一样就是买一个收纳柜 一并把它全部放在那柜子里面 然后盖起来也不见为敬 但是切记不要买 不要去拿那种 你网购回来的纸箱子 去装那些玩具 因为你堆久了之后呢 蟑螂最喜欢在纸箱子里面缠软 所以里面都会有蟑螂蛋 这是我的切身之痛 所以切换是要买真正的收纳柜 不要去拿网购的纸箱 来充当收纳柜 那像很多童书 我们一定都订很多 他也是这种箱子 很多人也会把箱子就留着 其实那都会有塵埋 对小朋友也没有很健康 至少我们收也要收得很健康 那这些东西断舍离 那小朋友说玩具不给收 因为他说老公我拼了一半 你现在把我收起来 所以你又变成要挪一个空间 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学问 跟小孩的沟通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收纳 老师给我们一点点大方向 刚刚讲到我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纸箱真的是最不好的收纳工具 再来就是布织布也很糟糕 布织布最后他会变成粉末状 你到时候会很难很难清 所以在挑选收纳工具 就是建议不要选纸类 也不要选布织布类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老师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收纳 我们先避开 不适合拿来当收纳容器的东西 那建议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一些方向 我觉得收纳部分就是 你还要视信视所啦 视量啦 像我们刚刚讲就是 我们我先讲一下就是前提 就是你一定是断舍离之后 剩下的量才去做收纳 而不是一开始就买收纳工具 这样你会常常会买错 买多或买大或买小 一定是断舍到最后 试那个量再去买收纳工具 那收纳工具我们一定是想说 我们要买外形统一的 或颜色统一的 就很多像小朋友的东西 常常会买到那种抽屉五颜六色 这个红橙黄绿什么都来一个 看起来就是视觉噪音会比较高 所以会建议就是颜色尽量是白色的 或者是浅木色的 就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 再来就在实际上收的时候 我有这三个方法 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卖场收纳法 就是卖场为什么会那样子陈列 表示那样子是最吸睛最好看最悦目的 所以就是我们按照卖场的方法去收纳 他就是会最好看的 那就是假设你要进阶的话 一开始是要先至少整理整齐 但如果你想要进阶 让整个空间更美化的话 就用卖场收纳法 比方说像卖场在 好比说鞋子好了 但卖鞋子的地方 是不是他的鞋头都一定是朝前放的 对但我们大部分人鞋子都是怎么放 就是鞋跟往外放 所以看起来会很难 因为鞋跟通常比较脏 因为脱下来往里面弄 对但是你说 你说想要看起来好看的话 尽量让他鞋头是朝前 因为卖场都是这样放的 对啊再来就是 如果是衣服的话 其实卖场你想想看 他的衣服都怎么吊挂的 他通常都会是每一件衣服之间 都会有至少一个拳头的空气 对他会有空气可以流通 就是流动的状态 再来就是他的衣架一定是统一的 你不会这边是铁丝的 那边是木头 这个粗这个细这个胖 这么直绒的什么都有 他看你就是乱 所以你如果要 像卖场那样的收纳方式的话 就是衣服就是分开放 那衣架统一 而且是按照颜色 对就是这是卖场的收纳方 再来说尽量是统一的买 不要买各种奇奇怪怪的 有红的有绿的有紫的 然后衣架不够用 你就知道你要一进一出 要丢一件 对你就可以用衣架的 那个颜色总量 来控管你的衣服总量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再来就是卖场还有一个 比如说像书本好了 我们如果要上书 就是整理起来比较好看 其实一样就是按照高排列 之后把书背推齐 书背一定是齐的 你去看成品 去看就是各式各样的实体书店 他书背一定会是推齐的 但是因为书大小不一 所以你每一个都把它推到底 他就会前前后后不一 然后你也看不太清楚 那个书的名称嘛 所以就是书背推 就是卖场的时候 那法就是观察 逛街的时候也要观察 卖场是怎么陈列的 会对你的美感有帮助 再就是形状的分类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 比方说我可以用在 化妆品保养品的分类上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 食物干货区的分类上 那比如说像化妆品保养品 多半就是你可以想见 比如说他一定 某些东西都是笔状的 某些东西都是长条管状的 某些都是圆柄或方柄状的 某些可能是矮罐状的 所以你可以按照形状来分类 那很多人在收纳 化妆品保养品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迷思 就说这个全部都是SK2 这个全部都是什么兰克 我就把它通通 按照品牌放在一起 一套一套的 但实际上你会搞 最后搞不清楚 你到底有几支眉笔的 到底有几个唇蜜 到底有几个眼霜 你搞不清楚 所以应该是按照它的功能来分 但是按照功能 它一定有独特的形状 因为通常那种东西 就一定是那个形状 所以其实你用形状来分类 因为通常就会是按照功能来分类 那像干货也是一样 你说干货锅里面 它的酱料一定都是 可能都是玻璃瓶生 可能面粉状一定都是带状 零食都是带状 就是它都是某一种东西 一定会有固定的包装形式 所以按照那个形状来分 通常就是按照功能来去分了 那再来就是期限 就是假设刚刚比如说像是 刚刚讲的干货 或是化完保养品 就是很多东西分类完之后 你可以再按照期限 到期的那个期限 按照这个东西来做前后 快过期的放前面 你才不会忘记吃或忘记用 那像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比方说就是 这是我的保养品的部分 我一开始一进来的第一天 我就会直接做一个 标签机的标签贴在上面 因为大部分的保存器 都会在纸盒上 纸盒丢掉就忘记了 或者是它如果是管状 它会在那个压的地方 就打一个字 但也看不懂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 我就是先贴个标签 让我自己很清楚 到它什么时候会过期 优先用谁 优先用谁 但是万一那种就是集齐的 可能两三个月就过期 你就再贴个贴纸 比如这个红色的点点 提醒自己说 这个有烘点要先用 趕快用 对这是我的方法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那如果说家里的另一半 像男生很多人都3C空 囤了一堆东西 囤在床底下 你们去剪台 然后床底下也不能囤 空拍机啊 无人机啊 我好像是堆一大堆 有关于电脑方面的东西 有一堆那种线 什么3C转接线 然后又什么什么线 然后我也搞不懂 那我的收纳方式 就是全部把它 装一个塑造袋里面 然后打结绑起来 好没没感哦 因为你不想要 就是打结 你要自己去那一袋找 对啊 这有怎么办啊 像我自己就是像男生 有一个抽屉或一个柜子是3C粉厂 他们N年前的折叠式的手机 都还在里面哦 实不丢 什么都不丢 手机壳也不丢 然后那个主机板N带都在里面 那像刚刚你讲到那个电线 我自己的解法就是 一样是电线 我只要任何东西买进来 我就会贴一个标签机的标签机 这个插头 这个电线是谁的 相机主人 比如说这个是标签机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东西的充电线 我全部把它贴好 所以我就不会到时候就是 每一条都是无名电线 不知道是插谁的 然后全部贴好之后 再集中管理一包 所以我要找电线 就找这包就好了 我的电器也是啊 就是美容仪啊 什么有冷热那种 它就是A 然后它的线就叫A 我贴两个小A在上面 然后这个电器是B 它就B跟B配 因为每条线长得一样 你A到B它不会亮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们 全部分类好 可是像很多男生 他搜那公仔啊 也是哇 那个房间堆的 很可怕 你都很怕 万一有个地震 东西就掉下来 就是对于这种收藏品 很多人我都会建议 他说你不用全部一次 就是陈列出来 因为它颜色会很多 看起来会视觉噪音比较大 所以我建议是用轮展的方式 你可能每个礼拜只出现两三个 或是一个月只出现两三个 你用轮展的方式 就好比说这个是画廊的感觉 而不是杂货店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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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